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相信我今天有很多投资朋友 即使300多月成交量被拔来拔去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吗 那么基本上又回到一个所谓的原点 你们的工具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问题 我请问各位 今天早上台北股市是先跳空开高 没错吧 跳空开高往上走高 往上走高的情况之下 我只要请问各位 你过去所学的专业知识 不管包括KD 不管包括价格形成突破K棒 那是一个飙飙准准的买讯 甚至于你手中的一个神奇软体 它的设计也都是一模一样 上下震荡往上突破 那叫买讯 结果又垂直往下击杀 就当你看到一个所谓跌破的时候 你又把多单出掉反手放空 结果你又空在地盘 到尾盘你又被嘎到天花盘 那你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吗 我们又回到原点 我在节目当中 我再跟着强调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块钱下 包括一个多空主义心态 我请问各位 这张字卡我讲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每次都让我命中 我说老师 可是我还是习惯看均线 看成交量看KD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习惯看均线 看KD看成交量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才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我有借由主力做手价格观念 你才有办法做到 未来的一个所谓的预测 快速举例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记住跟大家预告 我说9177点 如果收不上 礼拜五就跳水 没错吧 这是我在3D财经台盘中连线的 一个图卡 就预告完之后 礼拜四跟大家预告跳水 就礼拜五台北股市 有没有开低走低 收在最低的低点 那我请问各位 不管包括9177 甚至于来到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预告 今天至少 你会先看到多方时间 再看到一个空方时间 我所使用的 都是一个所谓价格的 一个所谓的观念 那我请问各位 看清楚我 我在上个礼拜 我跟你预告时间先多后空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 一个所谓空方时间 所以说这一段往上急拉 你跑去追他 马上垂直往下杀 重点就在这个垂直往下杀 我请问大家 今天在9点49分的时候 看到低点破低 我请问大家 你是不是又急急忙忙 想要放空 麻烦你去问我的一个所谓的会员 我有没有在9点49分 当他急杀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 他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不止如此 这是今天11点03分50秒 三立财经台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图卡 我除了预告主力心态多之外 我也没有预告 来导播 麻烦 我们很难得叫你放大 这个不是后制的 这是我在11点03分连线的时候就预告了 11点45分到收盘 全部多方时间 这是为什么今天收在最高高点 最主要的原因再来一遍 基本上最近带枪投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是强调一件事情 先验证 再验证 你更需要不断的验证 那这边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 从明年1月开始 1月好像1月2号 1月3号 1月2号 假设1月2号 台北股市重新开始 三立财经台只剩下我谢文恩一个人而已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什么前面在播新闻 很抱歉 我的节目5点到5点半持续下去 那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 你自己去打电话问三立 你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答案 毕竟人家电视台还是以收视率为考量 那为什么我们的收视率这么高 因为很简单 我请问各位 你今天你有没有得到另外一次的验证 再验 上个礼拜我每一天都跟大家预告 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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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水 直到上个礼拜我跟你预告 今天会跳空开高 今天这叫盘前的一个所谓预测 盘中我有沒有给你更明确的一个所谓的方向 那当然这种验证也不是第一次而已 就像我们快速举例下 你看我节目绝对不是一天 绝对不是两天 这是之前的 我们等一下慢慢跟大家报告 就说当时从10月18到25 10月25到11月4号 从11月4号到11月7号 来到11月8号 因为之前没有时间交代了 麻烦自己从YouTube里面去找重播带 11月8号你告诉我希拉蕊要当学 我告诉你主力星带空 就知道我们跟你预告 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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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又跳水 一口气跳到11月15号 跟你预告补空反手做多 那我请问各位 我们是怎么样这么犀利 那一段又跌了300多点的行情 我又事前跟大家预告 事后又得到一个完整验证 又回到原点 你要借由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要借由一个所谓周线月线宽线架 还是你要等看到外资 当时在11月18号的时候 每天站在卖帮200亿110亿70亿 每一个头裤老师告诉你要大卖空 因为月线跟季线死亡交叉 结果你要大卖空的时候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周线已经从绿灯转为红灯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跟你讲扩张三角形吗 我在3D财经台有没有跟你预告 周线从绿灯转为一个转为红灯 你不要小看这绿转红 来到22号又大涨250 老师你好像在背书 背那么快 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这都是我们实际的交易的一个所谓的过程 我可不是那一种只会出一张嘴巴 连最基本的接战的条件 接战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我发现在这一行 可能有很多头顾老师 让他的会员惨赔 所以说他每天的抠讯 都只会发那种巴热的抠讯 但同意看到敌人从那边冲过来 他不只没有跟敌人决战 而且还提了枪赶快往后面跑 这是我们常遇到最可悲的老师都这样子 可是你仔细观察 过去每一个交易日 我会有没有让你得到完整验证 那问题再来一遍 为什么你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义心来来举个例子 在12月12号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就跟今天一模一样 12月12号是不是今天的颠倒图 今天怎样 先冲高之后往下击杀 低点破低 关关关收最高 12月12号的时候 先往下杀 低点破低再往上击拉 我有没有告诉各位 如果你的软体没有配备主力心态 是很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不懂专业知识的 不懂KD 不懂突破跌破的 很抱歉 那一些人老早就已经被主力 做手给吸干妈进了 可是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投资配合在订购软件 那我请问各位你有钱订购软体代表你有钱操作 你有钱操作的情况之下 主力做手他不用骗线 他怎么可能管得到你的钱 所以说大概全台湾就只有我的软体有办法去破解那一种所谓骗线 如同12号的时候 高点过高 我告诉我的会员心态空 就一口气一口气跌了90点 可是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看到这个急拉 你会不会以为天要明 你会不会以为要喷出去 那甚至于来到12月13号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我们的软体包括都是一模一样 我们的软体里面也会有给你及时的一个所谓讯息 我请问各位 如果我知道会跳空开高 在跳空开高的前一天 收盘之前 我所强调收盘之前 我会不会告诉我的会员 明天跳空开高还是跳空开低 就好像在13号那天 我们给你预告 跳空开高之后会往下杀再往上拉 那跳空开高既然会往下杀 我们在开盘前有没有先落跑 落跑完之后再往下杀又往上拉 结果刚刚好遇到主力心态空 所以说我告诉我的会员空 来就来到14号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大家预告台北股市会跳水 我请问各位 当天在14号的那天 小玉不是问我说 难道你都不管叶伦生不生息吗 我根本不知道要生息这件事 我只告诉你跳水 结果预告完之后 预告完之后 15号台北股市有没有跳水 有没有跳水 跳水再来一遍拉起来之后又往下击杀 他永远就是要搞那种低点破低 所有的软体都会有一个所谓放上去 那我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验证 那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完整验证 再一遍 验证的方法很多 就像很多老师告诉你 他的软体非常非常的厉害 每天都能掌握转折 每天都能够赚钱 我告诉各位好了 就好像最近有很多人带软体来投靠 我现在觉得头库真的是蛮厉害的 一套软体里面 一套软体里面还有六七套的软体 你要选对 等同你选对的机会 选对的机会比色飞标还低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选择A版本的 跟明天选到C版本的 答案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你运气不好 你每次老是在里面勾错版本 很抱歉 你不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的钱全部都会输光光了 这是为什么我一在调侃所有人 我说如果软体真的这么样的准 应该可以像我今天节目一模一样吧 昨天预告今天台北股市跳空开高 今天盘中11点03分50秒 预告多方时间 从11点45分开始 应该很容易吧 应该有办法做到一个所谓的预测吧 更重要的更重要的 你如果说你的软体里面 一下要抠抠当冲 一下要看隔日冲 我告诉各位 你的胜率就只有20%而已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每一个软体真的这么样的准 麻烦让大家先验证 那如果你看我节目看这么久了 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上上个礼拜五跟大家预告 放空上上个礼拜五12月16号 我跟你预告周线它是一个绿灯 你不要小看这个周线绿灯 上一次在11月18号的时候 周线从绿灯转为红灯 来到22号短短三个交易日涨了254点 同样在上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预告周线绿灯 结果短短三个交易台北股市 有没有大跌151点 这是为什么 我说差一天差很多 那更重要的重点 为什么你在第一时间 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现在很容易出现偏见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上个礼拜一开低 往上拉 不好意思 你的软体一定会有买讯 可是我却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空 就一口气又跌了71点 而这个主力心态空 我也不在3D财经台 跟大家做一个完整报告 那么礼拜一的时候 跟大家预告礼拜的时间 叫做标标准准的 这是为什么礼拜开高之后 垂直往下杀 先杀到多方防守价 结果已经跌了151点 结果礼拜拉尾盘的时候 很多人还以为真的要涨 我请问各位 礼拜拉尾盘的时候 我会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 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就跌到上个礼拜 又跌了160点 这是为什么 你需要拥有主力心态 最主要原因 那礼拜二跟你预告 礼拜三跳水 礼拜三早上起床 你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你告诉我拉高结算 结果上个礼拜三 有没有压最低结算 那礼拜四 礼拜三跟大家预告 礼拜四台北股市 直接GG 老师 悬疑什么是GG GG不懂没关系 如果GG听不懂 代表你我的年纪是很接近的 只是谢老师保养 保养得比较好 GG不懂没关系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这是黑色什么色 黑色里面又有绿色 都已经给你写这么清楚了 你看我没有办法 就上个礼拜是台北股市 有没有真的大跌 我那时候盘中连线的时候 才跌46点 结果上个礼拜是收盘 大跌85点 这是谁的功劳 这当然是我的功劳 当然是主力作手 他请我在三立财经台 跟你讲得这么样清楚 这么样明白 结果说不上9177 有没有跟你预告 礼拜五台北股市 持续跳水 结果礼拜五台北股市 有没有继续往下杀 可是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相信我 从上个礼拜开始 有多少投顾老师 只要看到盘中一个勾起来 他就以为行情要上去了 赶快叫会员做多 再来一遍 为什么要有主力心态 你看在上个礼拜是盘中 这勾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跑去买 很抱歉 到礼拜五 你就已经GG掉了 那结果你GG掉的时候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没有跟大家预告今天台北股市会因为多方时间间跳空开高 那我请问大家有没有差一天差很多 王先生你不是有三套软体吗 你把你的软体全部打开来看 今天这个低点破低 9点49分的时候 你的软体有没有告诉你全力放空 可是很奇怪 王先生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现老师啊 是不是所有的软体都是一模一样 一定要跌一大段之后 这边才会有一个卖出讯号 然后时间写9点30分放空 结果人家已经跌到9点50分了 左边右边下面才变9点30分 我讲坦白我不予置评 我只知道说你要选对一个所谓的软体 你一定要先验证 除了验证之外就是再验证 所以说有没有符合大家所强调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我有沒有先给大家鱼吃 更重要的在我们全方位360 我们还要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所谓钓鱼技巧 我希望你能把主力作手的专业程度给拿回去 很多说老师可是我真的不想学怎么办 很简单全方位360 除了给你鱼吃之外教你钓鱼技巧 可是你真的不想学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钓鱼技巧换成软体 就好像在我们的手机版的正下方 你可以看到多空防守这样 在我们电脑版的右半边 你可以看到明天的支撑压力 乃至于周线月线关系这样 而且我很自豪地告诉你 全台湾就只有我的软体 会告诉你目前主力作手 是在做多还是放空 全台湾就只有我的软体 会告诉你每一根K棒 它的预测下支K棒的多光防火架 那当然为什么要学很简单 因为当你学完之后 你能在上个礼拜三 就知道礼拜四要跳水 你能在礼拜二就知道礼拜三要跳水 你能在礼拜四预告礼拜五要跳水 你能在礼拜五就知道礼拜一台北股市 至少会先跳空开高 因为多方时间 那当然更重要的重点 当你上完我的课之后 我很多学员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小时 你今天你设计的软体 是有针对其他金融商品吗 不管包括原油 包括黄金 包括美国期货 香港期货吗 我说大家 大人玩弄 我当初我的课程里面 多空防手架 主力心态 我只针对台湾这个区块 可是问题 就我很多的学员 他们上完课之后 他就说小时 我把你的课程 拿到用到国际的金融商品 也真的很好用 来我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 那么我这边 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基本上如果说你要看捐款单 你要看对上单 麻烦到我们的不公开社团 那我们不公开社团已经更名了 以前叫做谢天谢地谢文安 现在改成谢天谢地布施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玄一 谢文安他只是一个代名词 谢文安迟早有一天 会去见阎罗王 那些东西不是重点 他只是给我个代号 就好像 我们今天不信到监狱里面 监狱也在叫你名字吗 只是叫你代号而已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要更名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存在的价值 就是为了捕食 不相信 来看清楚 这个是上个 上个礼拜没什么了不起 六口没什么了不起 我让你知道我们学员有多拼 看清楚 21 我说 信什么我们就不要讲 我说要这么拼 要这么拼 买卖你都看得很清楚 买卖你都看得很清楚 一次21口 老师 我这么拼 就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布施 这是我们全方位360 最重要的一个重头戏 我们立法院 我们公司在立法院 隔壁 今天早上的时候 整个中山北路 中山南路 全部都封起来了 那么现在吵得更凶 因为多元成家 听说已经什么初步通过了 基本上 不管多元成家 不管一立修 那个目标离我太遥远了 我只知道台湾需要被帮助的同胞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的理想 我存在的价值 你们的价值 就在帮助别人 你们今天能在金融市场里面 老师 成价不够 闹钱 你今天来股票市场 你带五万进来吗 不是吧 你当初带一百万 你一百万现在剩多少 剩五万 中间的九十万去哪里 如果你把九十万全部捐出去 你看看你的子孙 会不会有非常好的福报 那我们的捐款的总金额 这是我今年年度的捐款 是十一万八千 那当然有很多会员 他捐的钱比我还多 我们捐款的总金额 老早就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了 那我请问大家 很多头顾老师 很喜欢在节目当中打我 好啊 你们喜欢打我 没有关系嘛 你叫你会员捐钱嘛 不然你就参加我的会员 我来带你的会员 我OK啊 我OK 只要他们愿意布施 去帮助其他人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看清楚哦 这个是上个礼拜当中 上个礼拜 上礼拜 包括中华文化 社会福利基金会 还有国内四华 中华育油机构 建造人协会 苹果日报基金会 创世基金会 还有乐福基金会 家福基金会 伊甸基金会 还有南投 眩宽爱新教养院 登奇尔住曼菲 创世基金会 iPhone不仅仅监款 还有脊椎损殇中心 我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我背起 随便你好不好 这个对 我背不起来啦 那我老师啊 那你每天交接背那么清楚 那你背这给我们贴 不可能啦 每天要厉害啊 包括二七届 韩市尾牙 还有包括散目基金会 还有快乐学习 好看一下今天哦 今天包括高雄市南区分住所 儿童记家福基金会 这是高雄市南区分住所 那这个是原游会的证据 那另外一张的话 则是乐福基金会 那么这一张的话 则是中华民国唐氏证基金会 那另外一张的话 则是来自一粒麦子 社会慈善福利基金会 台湾有你们真好 好爽哦 每天能帮助别人 你们觉得说 你的生活已经变得 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非常感谢会员 你们真的 我们做到了 我们真的做到了 全方位360再变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迟早有一天 你也会来找我 所以麻烦先验证 再验证 再验证 包括吃鱼 包括钓鱼 包括一起来布施 你认同我操作理念 全方位360 因为下个礼拜 所有三粒只剩下我一个 我感觉好孤独 我感觉好寂寞 所以全方位360 就只有这四天 只要360 改变黄鲜 播通电话再做 玩下去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快上回来 我是谢文恩 12月26号开始 欢迎大家下载 三粒新闻网APP 从下午五点钟起 不管在哪里 随时随地 都可以同步收看 或者即时解盘去集哦 亚太电信 再创新 打电话加上网 全部吃到饱 试话行动都适用 保证吃很饱 现实优惠 错过不再 亚太电信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 每个细节都要用心 但墙上的油漆呢 红牌全校乳胶漆 采用DETEXMO 单体趣味科技 不含人工香精 油漆没有味道 自然健康 红牌乳胶漆 我们是超级 二人组 好饿哦 寻找可以吃很饱的午餐 找到了 全新五骨鸡腿排 去骨鸡腿肉 酥嫩多汁 豪卖双拼 让人双倍满足 还有更多豪卖选择哦 好 快回来 那么明天上期 怎么看的吧 时间就来夏老师 那么基本上 上个礼拜 把我跟大家预告跳风开高 明天正常跳水 老师 你一定要那么直接 没有啦 我说过 你可以把我过去的节目 真的拿出来验证 就好像我常跟大家举例 你看我过去一年的节目 不用你半天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节目 除了那五秒钟在解盘之外 五秒钟解盘 二十五分钟在讲废话 请大家布施 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因为明天早上 你会先看到一个所谓空方时间 所以说 这一个多方防守教 世界无敌的重要 老师不用管美国 不用敢香港修饰吗 我什么时候管这些东西 上个礼拜三 跟你预告台北股市往下跳水 老师不用管夜轮 你管对夜轮只升行一马 你有赚钱吗 直接往下跳水 就这么样的容易 那基本上 这边比较复杂的地方 就在于说 剩下四天要收一个月线 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有空 你把从520开始 每一个月月底的重播带 不管5月20号 谢文恩0520 谢文恩0630 谢文恩0730 你把当时的重播带调出来看 那时候我预告 大盘月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可是目前大盘离月线的关键价 渐行渐远 而且远的距离还蛮远的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大盘月线从红灯 转回绿灯机会很大 那现在剩下OTC指数 老师 OTC指数 我偷偷问一个问题 这网友都问 老师 如果大盘月线绿灯 OTC红灯 那恭喜你 恭喜你什么 你股票还是能做多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们今天 你们是做3596自益 还做2330台积电 还做中钢 老师当然做自益 当然做自益自帮 谁要做台积电 对的 所以OTC很重要 那至于OTC的月关键价 麻烦你看我盘中的 连线节目当中 我们就讲的 很有讲的 非常非常明白 可是问题重点 那如果OTC 它是绿灯 绿灯 红灯绿灯 什么意思 我麻烦大家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空 有空 不是有空 有限 你麻烦把11月16号 当时的重播来掉出来 11月16号 我们是把空单 全部做回补 不管包括双红 操纵 还有2105的振兴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6488环球 今天2014的中红 那所以说很简单 你要保佑 你手中的股票 月线千万不要绿灯 要怎么知道 不是做持股体检 你直接去下载 我们的APP 里面就会有一个 完整答案 那当然 如果你认同我们操作 里面 全方位360 倒数4天 只要360 感谢黄贤 拨通定关在座 晚点下去 好 未来时间不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同学时间再会 拜拜